在民国一百年最后一天 摆对新人选择不一样的方式 见证自己的爱情 是选择在高雄新落成的佛陀纪念馆 让佛祖及新云大师证婚 结婚进行曲响起 摆对新人一一进场 这场集团结婚与众不同 选在民国一百年的最后一天 在佛祖的见证下完婚 新云大师带领大家诵经 送上祝福 期许新人迈向民国一百零一年的这一天 也是人生新的开始 在佛广大夫前面 你们举行这样的佛化婚 主要的要坚持自己的想爱的原则 进入世界怎么变化 你们的爱情不可以变化 还有不少来自其他国家的新人 也选择佛化婚礼的方式 完成自己的人生大事 在佛祖的见证下 新人们签下结婚证书 也迈向他们新的人生 周年新闻高雄综合报导